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 推动1950-1960年代香港影圈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电貌黄金时代操盘手,总经理钟启文 一部电影拍成除摄影场内幕前幕后配合 负责出资兼致于推广的出品公司 更有如行传舵手般的主导地位 新马巨股陆云涛全力支持下筹组的 国际电影贸业有限公司,简称电貌 便是在全体职员合作无间下 才得迅速于华语影坛崛起 从而晋升为与少事媲美的香港两大影业翘楚 尽管董事长陆云涛有心认真经营电影事业 但因加大业大,无暇常驻香港亲自管理 于是总经理钟启文就顺势成为 电貌实际运作的最高负责人 在职七年半间,精明睿智的钟启文 兼致超过百部电影 题材丰富多元,其中以文艺清喜剧歌舞片为代表 形作电貌摩登羊派中产西化的片场风格 于公,钟启文办事能力强又深获陆云涛信任 于是和影圈同行互动密切与大牌影星关系良好 电貌官宣杂志国际电影,虽含有以钟启文为主角的专题报道 他的身影圈秘籍出现在银色新闻、花絮镜头等单元 钟启文不是到机场为旗下明星职员接送机 就是公干出发或返岗时被旗下宴职员接送机 此外,但凡好莱坞欧洲或东洋影星导演制片返岗 电貌影片参加各种影展 进而获得奖项的庆功宴等 身为总经理的钟启文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鉴于电貌等于钟启文的印象深入明星 致使他于1962年中突然辞职的事件 跃居香港该年十大银色新闻第一位 无论原因是专宠女星丁浩过头 引发众星怨队亦或另有引擎 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总经理 指得就此转换跑道 在同属娱乐产业的不同领域 蓄展破话与管理长财 钟启文足及广东 父亲为常年服务中央信托局的金融圈名人钟炳峰 钟启文少时曾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后转往南开中学 在治港入盛世提反书院香港大学就读 1940年赴美深造 学习摄影艺术等专业知识 1948年 29岁的钟启文学成归港 不久即应永华影业主事者李足勇聘请 出任永华片厂厂长一职 隔年厂方派遣钟启文至好莱坞福斯公司 研习彩色摄影及充印技术 返港后再晋升为永华影业总经理 1953年 34岁的钟启文入美国柯达公司 担任柯达香港分公司彩色片技术主任 1955年 陆运涛将陷入财务危机的永华购入 隔年3月将永华与自身国际公司合并后 改组为电貌 并请钟启文为总经理 积极开展香港电影制作 至1962年9月离职前 钟启文带领电貌不断创下佳基 影片叫好叫做之余 亦积极培育心血 选用优秀编导 参与国际影展 促进国际影业人事交流等 对港产电影的提升提供相当助力 钟启文兼致的电影作品包括 青山翠谷 风雨牛车水 金莲花 亡魂谷四千斤 情场如战场 漫波女郎 红娃 小情人 姐妹花 玉女私情 空中小姐 桃花韵 龙翔凤舞 加油喜事 云长艳后 长腿姐姐 野玫瑰之恋 六月新娘 心心相应 野姑娘 母与女 女侠文婷玉 快乐天使 苦心怜 香港之夜 贼美人 星星月亮太阳 体育皇后 野花恋 早生贵子 萍水奇缘 英歌燕舞 小儿女等百余部 除担任监制 钟启文在1961年一常识担任导演 陆续指导三部电影分别为 讲述妇女两代投身义务教育工作 林翠王颖主演的《爱的教育》 专程赴台拍摄外景 以中国少数民族为故事背景 丁浩张扬主演的《一段情》 以及叶峰张扬主演的歌唱文艺片《一曲难忘》 1962年8月 43岁的钟启文因内部人事纷扰辞职获准 移缺则由董事长陆运涛兼任 同年钟启文受聘为利的呼声辖下 香港第一个中文电视台利的应声中文台的首任总监 入电视台后 钟启文不仅引入电貌旧事同僚 导演补万仓 影星丁浩与张青等 亦开办以教导烹饪插花工艺为主题的自制节目 推陈出新兼具实用娱乐与新闻性 目前议员方面 迁入张一男红等粤语片红星加盟之余 也筹办利的应声议员训练班 发掘汪明权、黄楚颖、宣素霞、李思琦、刘松仁等 1972年6月 53岁的钟启文辞去利的应声总监职务 为己移居美国洛杉矶 入玉树制片公司任节目制作 负责选购港台电视节目 供美国各省市华语频道播放 1993年9月与美国市享受74岁 钟启文有谦谦君子之风 有学问而肯实干 做事负责认真 待人真诚坦白 真正使国语片技术步上彩色阶段的工程 无疑的应推钟启文 陆运涛能够请他担任总经理 真是知人善任 无怪香港电影界对钟军要大表欢迎了 首任港台影剧权现况的钟启文 接下电貌总经理后 旋即展开系列扩大制片业务与筹拍 扩荧幕彩色片等计划 除积极自我提升 电貌也与势均力敌的同业邵氏 展开明争暗斗 双方挖角抢拍攻势不断 只是尽管钟启文深得陆运涛信任 仍不似邵义夫临阵指挥灵活调度 1958年前后 邵氏陆续以银弹攻势 使原本为电貌服务的一线明星林黛 严峻里临华与知名导演岳峰陶青等 转与邵氏签约 奏变导致阵容含金量骤减 索性在陆运涛的理解和支持下 钟启文得以延续一贯 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 除稳住具票房号召力的林翠签下游敏 公司栽培的丁浩雷震一族独当一面 服以4000斤在第五届亚洲影展获最佳影片 由敏凭玉女私情加油喜事连装亚洲影后 钟启文的声誉也随电貌的成就越发响亮 可惜钟启文后来太迷恋丁浩了 每逢丁浩在片场拍片 钟启文定必进片场观看 文件也得送往片场给他签署 服务电貌的导演王天林 在晚年录制《口述历史》时 谈及钟启文的离职 认为源头在对丁浩的过度照顾 关于两人过从圣秘的传闻 始于1959年中 不时同进同出形影不离 此前丁浩因口眉遮拦不受控的性情 令电貌高层颇感困扰 虽能担任女主角 但片种多为神怪或笑闹 在英语男星马林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 一度围挤演艺生命 爆出桃色风波时 丁浩终于决心彻底反省痛改前非 清纯可人精灵率真演技自然的优势 也逐渐获得发挥 此后钟启文开始毫不避嫌地捧丁浩 即便奉为规念的标准作业程序也轻松打破 例如放下繁忙公务陪同丁浩赴日游历 这是其他一线女星从未游过的待遇 又如丁浩母亲生日时 动员电貌员工前往道贺 自己更送上金牌后礼 再如宣誓将派给丁浩大制作大卡司的剧本 对票房记录并不格外突出 也未曾获奖的丁浩而言 却可以红韵当头形容 面对钟经理种种破格的好 正值双十年华的丁浩四两拨千金回 和钟启文一起到日本 是因为接受日航公司招待 坐免费飞机兜风玩玩罢了 钟启文与丁浩互动升温的传闻 始于随电贸代表团 勿及隆坡参与第六届亚洲影展返港后 丁浩一跃为钟启文最关切的女演员 不仅每天早晨都与她通电话 也到片场等待丁浩收工 接送上下班等 捐称不在孩子期的丁浩 也曾在片场对总经理大发娇称 钟启文 我现在岂叫你阿钟 或者启文 不再叫你钟经理钟先生了 虽然对外保持低调 但鸡蛋在蜜也有缝 记者报道用字潜词 更仿佛亲眼目睹 见风言风语传的沸沸扬扬 电贸宣传部主任黄野白 带钟启文澄清 他是个生活严肃的人 平日待人处事都非常谨慎 怎么会和自己的演员谈恋爱呢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是从相处互动的蛛丝马鸡 不难想象关系匪浅 就如丁浩交好运报道结论 许多人都说 这位30多岁的总经理 与部下谈谈恋爱 也是很正常的情形 为使丁浩有更好发展 钟启文寻找合适剧本 想让他以分饰二角的母与女 登上亚洲影后 但最终由陪榜德加油喜事 游米获奖 亦亲自来台指导 以康藏地区为背景 丁浩张扬主演的 豪侠片一段情 与绯闻对象 钟启文连妹在台现身 被问起有无交往对象的丁浩 一派天真烂漫道 我愿意做男人 因为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 我目前没有男友 可以举手发誓 钟启文对丁浩的种种好 以令同僚婆感刺眼 薪资无疑是促使其白热化的爆点 1959年下旬 与电帽旧约未满的丁浩又签新约 传闻片酬高达25000港币 而后升至3万港币 数字仅次两届影后游敏 超越资历在他之前 且具票房实力的李梅叶峰 涨幅之大可用飞跃形容 回顾丁浩出加盟电帽时 每月之星200港币 拍片令有200港币补助 后陆续调升为各400各800 仅仅两三年就升至令人择舌的鱼腕之谱 不巧的是 此时香港影业正逢不景气 影星不分大小排 均面临减薪危机 丁浩这番逆势飙涨更显独特 偏帮丁浩的传言越演越烈 相关指证传至董事长处 十分欣赏且信任钟启文的陆运涛 其间曾派亲信制电帽查账 却未有后续实质作为 直到1962年8月 港媒突然爆出钟启文挂冠的消息 众人才知一切已成定局 对于自己的去职 钟启文将矛头对准玉女 他无奈叹 我因为尤敏致函陆运涛才辞职的 大排明星实在很难弄呢 钟启文认定游敏在写给陆运涛的信中称 不能与钟启文再合作下去 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使陆运涛决定壮士断碗 自诉不愿遭抹黑的游敏得知钟启文说法 特意安排记者到住处闲聊 以轻松对谈的方式为己平反 游敏表示 写信给陆运涛是位公务 未提不与钟启文合作 不明白钟启文何出此言 也不解他为何轻易听信谣言 游敏坦言众人曾就丁浩的片酬争议 向钟启文讨说法 但他只是复制一笑 不置可否的态度 直接影响电貌同仁的工作情绪 另一位一线女星李梅 在续约时遭无增有减的砍价 他要求钟启文解释 为什么之前又无票房记录的丁浩 片酬却高于自己 犀利质问闹得双方不欢而散 行动派的李梅先剧演 以开拍的歌舞片《音歌厌舞》 他的角色后来由叶峰刮代 再飞往新加坡当面向董事长告状 负贫排山倒海 亲自到港处理的董事长陆云涛 曾经与钟启文答辩的机会 他自属于隐心相处得很好 陆云涛问 听说叶峰已经和少氏签合同了 钟启文答绝无其事 并直接致电夜风 不料电话那头却是真有其事 报道指 钟启文当时觉得在陆老板前面子下不来 随即提出口头请辞 陆云涛也不再挽留 其实就钟启文在电帽的耕耘与攻击 以及陆云涛与他的情谊与对他的信赖 但是丁浩片酬事件应不至于撼动官位 他的离职或许是冰冻三尺的因造成抢倒众人推的果 钟启文的离去对电帽发展的优劣在当下是个未知数 尽管兼任总经理的陆云涛可直接指挥公司 免去山高水远与层层通报的拖延 但此前却无真正投入电影行业的经历 遗憾的是 陆云涛在1964年6月在台参加亚洲影展时 遭坠机意外揍势 电帽就此风光不再 至于钟启文 他因离职免去一场可能的空中灾难 转往小萤幕立得应声中文台开创新局 据该台首位新闻播报员梁顺燕晚年回忆 总监钟启文愁愁满志 艰苦时甚至一天工作15小时 午餐也以咖啡饼干裹腹 作为香港第一个中文电视台 钟启文藉由讨论失败案例累积经验 再透过这波优质节目 获得订户成长的实质肯定 服务力的应声期间 钟启文仍是活跃且具存在感的高层 因此当他再度闪辞中文台总监职务时 又是一则令各界人士勃感诧异的重磅消息 对比离开电帽时各说各话的热闹放话 此番仅有力的应声发出的声明稿 完成了他对公司允诺的十年服务 可供玩味 从电帽到利的应声 钟启文都搅出优秀的成绩 除确认大方向 他也擅长人与人间的沟通与交流 不仅在办公室吹冷气做决策 也能跳下去露两手 拍电影时提供彩色摄影食物分享 甚或值导演筒 做电视时找来国外杂志与参考书 让播报员研习专业妆容 种种例证 都足见他对工作的能力与付出 唯有丁浩 让电帽同事导演王天林口中 凡是要先知道后果才落实进行的 钟经理难得糊涂 展现感性胜过理性 不顾后果的人性一面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招供 有美女 呢 为优秀